请问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珊 今天整个大盘又陷入了一个弱势盘整 当然今天有一件大事 那就是我们台子旗结算 到了收盘 据我们统计三大法人 只有一号人物是卖钞 其他都是买钞 所以目前这个大盘 你看我我看你 很多人说量缩了 这是很天然的 再两天就即将要放中秋节的假期了 所以在此时很多人每年到这个时候 都会开始说中秋变盘 那么这几天的盘整 这几天的量缩 更有助于节后的向上喷出 当然今天权重股走跌 今天第三代半导体走跌 今天很多很多很多的电子组群走跌 而在这个走跌这块区块当中 何老师的股票也有走跌的 但是取而代之的是 洪家军的股票冒出来的 洪家军的股票冒出来 原因很简单 大家昨天看到一张那个电动车的那个图片 所以大家就联想 电动车商机来了 所以整块的红海全部的底下小儿子 全部冒牙了 但是这些股票会持续的往上走 还是由今天走跌的股票会接棒 因为近期很多的类股跟个股都是 涨一天跌一天 涨一天跌一天 对不对 那么今天有部分的航运 尾盘拉上来了 有钢铁走势不一样 有的涨有的跌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你手上握有的机优成长股 今天的走跌 它下一步命运是什么 请看 机优成长股 今天走跌 它下一步的命运 何老师已经看到 这些机优成长股 大脚在做一件事情 右空的陷阱 注意了 这些机优的成长股 主力不用这种方式 它怎么吃货 而没有更低的价钱 它怎么会买 所以 利用这样洗刷刷的行情 第一种 你有现金的 请等待买点 如果你有股票的 请你报号 稍后我会详细的论述 我有两个粉丝官网 你一定要加入 一个是LINE 一个是Telagon LINE是小老鼠 QQ33 Telagon是股市 附近金货 QQ33168 你都可以找到我 这两个粉丝官网的差别是 LINE的部分在首页 常常有各个研究资料 PO图PO文 还有一个快捷图示 你要收听广播收看TV直接按了把你连结了 至于Telagon的部分盘中级讯息盘射演变个股的操作 李昭TVYouTube节目在傍晚都会与各位分享 今天这根K线你认为会叫什么名称呢 我告诉你 今天这根K线 它属于一个中场黑 但是这根K线 它也没有特殊的名称 它只是一个弱势的整理K而已 因为今天刚好面临到一个棋子的结算 而尾盘差不多也定格在这个附近 稍微有矮一点点 但是这种走势 我们先来看右边这个地方 今天权重股 尤其是台湾的航空母舰台积电 它呢 反而是领跌的 而昨天强势的联发科 今天反而是下跌的 取而代之 是红海的崛起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涨跌互建的情况之下 当然各有表态 那么尾盘反而是航运股 拉起来翻红 所以今天这样加总起来 中场跌了80点 而棋子也符合阿多仔 他们呢 不倦空单的回补的一个点位 所以今天单一K线只是弱势整理K 那么行情不必悲观 为什么看下去 昨天我跟各位说过 昨天是开高 洗刷刷 再拉高 再反打 那么昨天单一K线 只是一个震荡K 也没有特殊的名称 原因很简单 因为大盘在目前这个区块当中 要足一个头肩底 它必须反复来回的震荡 而到昨天连续两个十字黑K 这样的形态组合叫做连续心 那么我给各位就是昨天那个K线的高点 那么今天很显然的 它没有往上 它是往下 而今天的K线也不是十字 它是属于一个盘整K 那么我昨天讲过 目前肋股轮动快速 成长股 你一定要敢低买 你一定要在一个波度当中 没办法过高 给它卖掉 这样低买高卖的灵活滚动 你才能够天天保平安 问题又来了 今天这根K线 各位看到 它不是十字 所以两根的一个连续心线之后的次日 形成这根比较肥大的黑K 那么也不必害怕 为什么 因为这边有一根红 这边有一根红 这边形成了三个黑黑的 那么这样的形态组合很简单 只是此区的整理 原因很简单 这样的一个雏形 叫做头肩底的雏形 那么头肩底的雏形 我讲过 你要成型 必须越过这个点 这个点 我在捞带 就是17633跟17643 那么在这种逐右肩的一个情况之下 反而不用大量 就处在这边就可以了 刚好这个区块 遇到我们要放中秋节的假期的前几天 所以会形成一个盘整 那么今天的盘事 我看到几个重点提醒给大家 中秋节 廉价将要来了 形成市场上的观望 与大家卖股求限的一个状况 才形成这样的一个开高走低 收黑K 但是润举还在这个区块当中 我今天在尾巴这边 在为大家画出收链的状况 所以你们就看得更清楚了 第二个重点 目前整个市场因为要放假的关系 大家都在观望 主流不明 所以每日都不一样 昨日强势的 今日不强 那今天强势的 明天会不会强 我们就看下去 但是现在有个重点 缺乏连续性的上涨 比如说昨天联发科的大涨 今天联发科没有涨了 很多的股票涨一天 跌一天 那昨天航运弱了 今天又拉尾盘 这就是我告诉大家 主流不明 缺乏连续性的上涨的一个效应 而现在全世界 很多的利空跟利多的news 都跑来台股 那么在消息满天飞之下 天天都有 利多利空 随时都有 不是只有隔天才有 现在盘中也会出现利空 然后盘后也会出现利多利空 都有 所以在这种多空夹击之下 形成人心的浮动 那么现在整个大盘 面临的就是我讲的很明白 你要放假 别人要放假 你要盘算要提前 别人也想 所以形成这样的处在这个位置 那大家看到这个图 我们的大盘 还是处在这个位置当中 所以现在整个盘压缩在这个位置 大家都在讲 中秋节要变盘 那是你们说的 我多年在股市没有规定哪一天要变盘 但是我就应景一下 以这种速度压缩在这里 反而是有助于 中秋节之后的变盘转的向上 这是我告诉大家的利基点 接下来请看 这个台积电 明天除息 今天明确的气息卖压 有出来 因为尾盘不参加除息 所以这里有些许的影响 那么明天开盘也会影响到一些指数 大家留意一下 还有联电的部分 今天虽然是小跌 但是亮说的 这两只股票基本面没有改变 就是大家的心里面跟筹码面的改变 那么这两档股票 我的看法 还是会津津涨的走势 明天除息完之后 请你们留意台积电的买点 到底买点要破600 还是要在600附近 我明天再告诉大家 那么 我现在请大家注意 第三代半导体的题材 首先先看应用层面 5G电动车快充 为什么要讲这一章 很简单 今天第三代半导体的股票 几乎都是下跌 还有的重跌 但是我要问大家 第三代半导体最主要的效应在哪里 不就是我刚才告诉大家应用层面吗 5G电动车快充 那么今天盘面的主轴 哪一个类股串起 车车概念股 红海集团 因为昨天大家看到 他有一个雏形 那个车车的照片 以后电动车长这个样子 很帅 大家就马上想到 电动车有行情了 所以你们就想 电动车有行情了 那么电动车里面的东西 很多要用到第三代半导体 那么电动车有行情了 第三代半导体 你还不罢债吗 请看 所以我今天再讲一遍 请所有的人认识第三代半导体 成分 氮化加碳化锡 晶片小 简化电路 这些的东西要用到电动车里面 电动车的轻障就是电池 这些东西全部可以放在里面 尤其5G也是 手机快充更是 这些东西跟电都有关 对不对 那跟这个成分摆过来都有关 所以今天涨电动车 那么它主要的第三代半导体 当然是主流嘛 所以我前次跟各位说 像这些大支的 都是第三代半导体的领头羊 今天你会问我 第三代半导体真的没有涨 可是我就是要告诉你 没有涨的下一步的命运是什么 请看 今天很简单 联马克IC设计 量缩走跌 没有续跌 红海车车效应没大涨 对啊 今天大家都说涨车车概念股 我就颁给各位看 这就是我说盘面上 有些隐忧在这个地方 但是各位看下去 第三代半导体的这个 这个代打错了 你丢我减啊 为什么 明明走跌 三三还要告诉你 你丢我减 这边杀完之后一条线 为什么呢 我教大家看盘的技巧 杀完之后一条线 代表大单在这边接 不然怎么会一条线 你看哦 这张股票从头到尾都是买盘 大单几千张几千张 放在那边 这么大的单子就是告诉你 你有本事 看这么多把我看下来 不然我就在这个地方大单给你承接 所以这就是我告诉大家 既然今天车车概念股都崛起 那么第三代半导体是电动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你说你要不要趁这样压盘来吃货 对啊 我再告诉大家 面临股票走跌 你要怎么拿捏 抛弃它吗 还是 那我举个例子好了 以胜 在今天之前 也就到昨天 是不是很鸟的行情 一路走跌 今天突然电动车来 一个涨停 那我问你 你昨天之前没有 今天涨停跟你没关系吧 对啊 所以通常目前 排面没有主流的状况 有一些的news干扰 行情就跟着动了 所以我跟各位说 电动车会动 那么第三代半导体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零组件 我在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本来我是不想说的 两只红大脚进去 有没有发现 这三根黑黑的量很少 对啊 大脚进去 不太出来 那么我再教大家 看盘的一个重点 这里 很可能 是回挡三五只的形态 刚好遇到今天这里 百元关卡的保卫战 我在倒带 一直在这边很大的单子 上一个价也是一千多张 他就处在这边接 不然他不会一条线 所以我跟各位说 要吃货的赶快吃货 这个样子 回挡三五只的心态 今天我新成员 有进去买这档股票 但是买了没有立马赚 我不在乎 我跟各位说 收一档股票区间在这个地方 你就要敢收 不然突然爆喷 你赚不到 再看一下 突然拉这一根 这边修正 突然拉这根拉这根 你一定是追嘛 那你找买好的那喷嘛 你买到这里可以 买黑啊 买黑啊 喷喷就赚到了 下一档 世界先进也是 它是台积电扶植的第三代半导体 我今天直接宣告 我还没进场买 但是我要宣告买点快要浮现了 请你注意了 买点快要浮现了 秘密在这里 这支股票 我当时从这一段坐到这边 甩轿了 结果现在 昨天前天 黑黑黑 杀下来 至今到这边 杀到已经没有亮了 大脚进这么多货 这一根最明显 是有一批人倒出来 结果倒到这边 不想倒了 刚刚好这边 符合技术理论 我切线这一条 所以在这附近 如果能够很稳健的话 那么即将出现买点 就是这么解释 所以日K 三年黑 买点快要出现了 请你一定要做好准备 想要买这种股票的 赶快来找三安老师 我要告诉你 我当时如何霸气的 从买人所不敢买的点位 一路的买 结果爆喷爆喷爆喷 当我倒掉的时候 你看涨不动了 那么现在我告诉你 他有准备要动 但是这个点 你要买得很优雅 你才能够做爆喷段 接下来 他还在横盘里面 今天这种股票 由黑翻红 对啊 我说这种股票 9月份要走基本面 就是走基本面 你不要想太多 news你听得到我也听得到 这根请大家拿放大镜 我直接破解 这根的K线 加上这样的量能 已经有转折K的出现了 那么转折K的出现就告诉你 这里明日开高过金高就对了 这张股票将会翻转他的命运 而目前再把切线切出来 没有错 他在这边形成横盘 但是横盘又触及到下面的位置 我曾经跟各位说 这种股票当他打底的时候 每逢触及低点位置 你要敢买 在高点位置没有办法过去 先卖一趟 如果有过去你留着 这个我解释过了 今天出现这个很戏剧性的 可以请你注意的 好看下去 这个万海 万海是三雄里面 唯一有破底的 唯一破底的 那么呢 今天破到196 那么我直接跟大家讲 破底翻吗 是不是 有没有破底翻 真的假的 看下去 这边198 今天唯一他有破 不到横盘轨道了 破了 196 但是这里出现了破底翻 而这根量是有出来的 所以杀到有量 杀到阻力低接 所以这档股票我直接告诉大家 出现低接买盘量 有破底翻扬的形态 喜欢航海王的 请注意的 货柜三雄的操作手法 与主力吃货的手法 三三非常的了解 所以想要霸占这样的股票 请你想办法 免住我 来 看下去 今天特殊钢 刚刚刚 继续的往上走 这档股票 投信很喜欢 而这股票也是这样 喷上去 洗盘洗得不知不觉 要涨涨很快 要涨涨很快 这种的形态 就是大脚在里面 他一直洗一直洗 右空直接喷喷 这种股票将来会喷更快 因为法人在吃货 杭泰钢台湾最拿手的 叫荣钢 下一档 春元他是做营造钢的 油黑翻红 还是三十元俱乐部 老生在在 尾盘一直大单来买进 而这股票 我在技术教学 他很明确的 三个尖尖的 一个尖尖 两个尖尖 三个尖尖 而来到这里右边的地方 三三帮大家画这样的收敛 有没有看到这个图 很完美 很类似大盘的头尖底 但是他是比较浅型的 可是他已经喷出了 当他喷出的时候是带亮的 所以这一段 你不好好经营春元 你这边赚不到 而来到这边又形成了一个压缩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 滚亮再喷出 所以 今天电子 我跟你解释了 今天航运 我跟你解释了 今天钢铁 我跟你解释了 强骨弱骨 我都告诉你 他未来的命运 所以请各位好好的准备 现在的行情适合你赶快找标的 吃货 可以赚爆喷断 接下来 请各位 这几天稳住正脚 不要三心二业 给你吃货的时候 你就好好的吃 等到爆喷断 你就削爆了 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买绝对减便宜 有缘分 有福气 大家一同来努力 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转 本公司以望之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